各位觀眾大家好,國際刷局 今天要和大家講一下拜老頭和突離譜 這兩個人在播出的今天就會去進行辯論 所以都很適合時間,當然我們提早一點錄 我們看到拜老頭應該在蜜羅緊鼓 究竟會不會上場呢? 在我們錄節目的時候真的不知道 對於突離譜,他當然是老神在在 因為老頭也很清醒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聊一下 究竟這兩位老人家在玩什麼呢? 或者叫老頭子 老頭子還在嗎?我真的有點懷疑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訂閱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 怎麼看啊?老人家啊 我們兩個 是啊,快要揭衷了 近來不知道拜登會用什麼秘笈去修煉呢? 他經常都被人家說 哇,走路又不行,說話又不行 轉頭和其他不知什麼的空氣說話 他都好像不太行 那會不會 啊,留下這幾天都要修煉一下 和他自己的團隊 去做一些模擬的辯論啊 或者是大家在這裡做老振蕩啊 比如突離譜突然間 或者他會 他要講了一篇話 拿了突離譜的重點 他會提出側身的嘛 那所以呢 是不是要教老派這樣做啊? 他的團隊啊 還是老派再策動策劃呢? 很樂人尋未的嘛 因為他真的表現得很不濟啊 是不是? 國際的事項 又令他煩惱不堪啦 家庭的事項 是兒子的問題官司 又令他煩惱不堪啦 令他好像心神彷彿啦 尤其是你上一兩個星期 看到他在G7 真的和這個 那個洛曼帝 好像有點不對勁那樣的狀態 但是又會這樣說啊 你那些西方的政客 最厲害就是玩便臉的嘛 他又有可能 又有這個 我經常都提 我都想到 就是這件事情 我去想想 你荷里活 有這麼厲害的編劇 有很多團隊教你演戲 你對白 那會不會 都時都後 一上鏡的時候 令你哇 脫胎換骨呢 我都很想知道 那我們又說回 當日27號 那好像是窄了一 是27號嘛 那在晚上 在這個CNN的總部 在亞特蘭大 就是了 東岸的時間 就在晚上9點進行 那就是說呢 我們28號的早上 都已經是和他9點鐘 就看到他們兩位呢 就是在那裡 拳內隔往的了 那就是你知道他們的拳 和他們的腳有多厲害的了 但是都應該是全世界 最觸目的一件事情來的 因為他的盟友也好 他的非盟友也好 他有些想反他那幫人也好 完完全全 都想看一下他們 在那個辯論的過程中 講的話有沒有實質的觀點 那有時候他們可能是 就是大家為辯論而辯論 為任對方而攻擊對方而攻擊的 可能國策方面 會不會是真的會提到出來呢 就是令人 好像我們中國就好 每年開了一些大的會議 那你就會有一個 給到你的藍圖去看去規劃 但是西方民主就不同了 可能這一屆和第二屆那個 話事人又不是同一個黨 到時到後究竟 但是你都要是掌握到他們的重點 而去為自己的那個利益的一個集團 自己某個集團或者大公司 它都要規劃這個政府上場 會怎麼樣呢 那個候選人上場 又會怎麼樣呢 他們都要有兩手準備的 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相信他們呢 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 未曾開始以終結就不會出現的 那麼大家雙方兩面都要下一些功力 將兩個上了年紀上80的候選人都推出來 給大家見一見面的 就是讓別人都看到 美國不是因為有兩件年紀大的 就管治不來嘛 別人都是美國仍然都是想說 我什麼年紀的人呢 都可以看到我們自己的國家 兼管理到這個世界的 是不是呢 我們先看看他們的籌款 好嗎 那麼拜登和民主黨呢 就在進入五月份的時候 他們手頭上高 有2.12億的美子 現金啊 哇 2.12億 那麼對於特離譜呢 都不少啊 他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 就總共籌了1.41億美子 其實不是相差太遠的 只差6千多萬 我相信呢 接下來呢 就會追到的 因為 拜登和民主黨 在五月呢 就籌集了8千五百萬美子 OK 接下來呢 會有多少呢 那麼 根據特離譜呢 他就 競選團隊 就說 他們手頭上其實現在有 就1.71億的現金 那麼這個數目呢 就還未包括 所有支持他的委員會的錢 那麼特離譜也沒有透露到 他銀行裡面 有多少資金在啊 那麼這件事究竟怎樣呢 錢多 是不是代表要贏呢 今次 整個比試呢 大家都出盡全力了 最終的得益者 就是團媒咯 多少宣傳啊 喂 賺到撲滿撲滿啦 還有很多自媒體的人 我相信呢 都在這裡 就選邊站的 我們看到現在 拜登 是不是處於一個頹勢呢 我就 99.9% 我覺得他會輸的 除非 他在演講 或者辯論比賽 那裡 就拍了藥 如果不是呢 想好口齒聲聲地說話呢 我覺得非常困難的了 可能隨著隨地 就輕了機 需要再撥機 或者在後面有人扶一扶他 才行 對於辯論比賽來說 兩個人 單獨地上台外對女 會不會問兩問 拜登突然呆了呢 那麼這世界上 也有聰明了這件事 就是令到一些人就清醒很多 那麼對於突離譜都說了 拜登應該要靠一些化學物質來幫助他 如果不是他很難很清晰 表達出自己的言辭 那麼兩位的領導人 的候選人 其實都在那裡 被人互相揭發說 他們應該有這個 失智症 只是我們所說的老人痴害 那麼究竟誰比較嚴重呢 那不用說了 當然啊 派老頭 就嚴重很多的 因為 在國際上 已經出過很多次事了 那麼對於 美國的人民 究竟怎麼看這兩個人呢 那麼當然 貼民主黨的 當然是支持民主黨啦 那麼你如果貼共和黨的 我想都不會轉態 玩拜登的啦 那麼對於很多的州份來說 其實大部份都是紅州來的 而最關鍵的 就是一些搖擺州怎麼走 雖然民主黨 所獲得的州份 就不是那麼多 但是人口更多 選舉人多 那麼既然是這樣 這次綠死垂首 有些人覺得 喂 打過才知道 但是 我說大家出差錯的情況 除非 就死還手 突離譜就一定輸的了 沒有辦法 包括 奪退了他寶貴的命仔 就是這樣啦 是不是 又或者有些特別的還手出來 那之前 包括對他的一些檢控 又說他現在是一個犯罪的 就是前總統 那麼這件事呢 都對他的傷害好像很大 但是又不是喔 又很奇怪喔 自從那件事之後 你叫他突離譜 籌款的能力又突然強了喔 原因是怎樣呢 原因大家都要去兩邊下注的嘛 作為一個選舉 你如果兩邊都不下注 那怎麼辦呢 萬一這個贏了 那個我沒有下注 那我就玩完了 所以兩邊下注 是資本家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麼這次整個安排 就非常特別 第一 就是當對方說話的時候 你就要把咪咪關掉 不是你關掉 是有人就會關掉咪咪 那就不讓你說話了 因為上一屆突離譜 就不斷在那裡插嘴 就想著激怒拜登 這次就不行了 所以這個辯論規矩就出來 還有兩次的廣告休息喔 而且候選人呢 就不可以使用道具 好像只有本寶 一支筆 和一支水 那特離譜會不會扔水瓶呢 這一刻不知道 很快會知道了 會不會扔一扔拜登 進來一些動作呢 大家不要以為特離譜做不出 不過我希望 當然不會發生啦 但是這個不排除原因 不排除 這件事是有機會的 還有呢 對於這個麥克風 會保持正音 我覺得做得很好 起碼等八老頭 可以靜靜地 在那裡 說回他自己應該要說的話 而且 這一場是第一場而已 接下來呢 還有一場辯論的 主持完 那下一場呢 就由ABC去主持喔 美國廣播公司喔 就在9月10號召開 那會不會中間 或者還有其他一些 辯論啊 那些情況 這一刻暫時就不知道了 當那天的辯論 會是怎樣的進行 就是正音啊 那些不要亂罵人啊 不要亂插隊啊 插嘴啊 這些其實都是好事來的 因為他不可以說完的政綱 也都好像對方是不公平的 那首先呢 那他紮了銀的 是紮豪啦 最流行的啦 什麼打球也是的 那你是誰先開球呢 原來紮銀呢 拜登紮贏了的 那他就是站在銀幕的 屏幕的右手邊 就是港台上面的右手 那另外那邊當然是左手的 左手邊的呢 就是特地譜啦 那你都說有兩個這個廣告時間 是很重要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那90分鐘 一小時30分啊 你要想一下 80歲老人家 站在那裡說 一小時30分 還要全神貫注 心臟棒棒聲 是不是 老細胞老袋要傳開 一路要接收到訊息 也都要有正確的反應 不是做了一些搞笑的反應 是不是呢 所以在他們的體能負荷呢 就真的會看到 立見高下的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好像拜登 他這一兩天 很好地靜心 休息也好 閉關 練功也好 是對他有幫助的 有分裸的 因為他平時對著國事太多 煩擾太多 會導致他心情的起伏 如果他正正的 是一個很專業的政客 到一個重要的時刻 他都會回復他的邏輯思維 我想他的團隊 會盡量砌齊那些邏輯思維 因為如果不然 突然間他就做一些 沒有意識的動作 但是又非常令人在鏡頭 圍絲驚人的 他又禮了 那些痴呆又禮了 所以我想他的團隊 現在是很努力地打造 將他的邏輯思維 照正 是吧 因為如果阿特尼普 在這個辯論當中 講到一些東西刺激到他 令他真的突然間 好像不知轉了去 和人家明明在他的左手面 他不知為什麼 令到他後面跟人家說話 這樣就輸硬了 這個人的精神狀態 完全真的不行了 就好像說 像你所說 吃了藥 要吃得更厲害的 人家都知道 你吃藥要頂著 那你還有四年 你怎麼頂下去 我覺得阿特尼普 就比較他的狀態 我講的那個體能狀態 是會比阿魯拜更好一些 為什麼呢 因為他周圍 飛來飛去 去助選 是吧 抓選票 所以說 他的體能 出鏡率 你看到他說話 都不會對於空氣 他都是很正常 還要跳幾下 哇 要給你看 他說 他體能上 我相信 特尼普 是比阿魯拜更好 但是邏輯思維 如果阿魯拜真是正常 因為他有這麼多年的訓練 一個政客的訓練 他不至到 一個高檔的政客 他不至到會是 說一些說話 是耳無倫切的 如果他真的 撞到最低下的時候 他不會的 是吧 我們現在是斷鼓的 是不是 但是特尼普 是什麼 商人 做生意的人 這樣說話 又有時候是吹大水的 是不是 很吹法的 你都知道 以前他上的那些電視節目 我炒你了 這樣 是不是 一個不喜歡 就批你了 所以 他就比較似乎 做事有時候 就比較直接 不會細心的想一下 分析個利益 可能他有團隊 是幫他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當你個人表演的時候 沒有團隊在身邊 現在雖然很多團隊的人 在幫你去訓練你 但是當你站在舞台的時候 你就是要靠自己了 所以呢 如果一個老闆 是在政治 各樣的這些舞台上 訓練有數 跟特離譜 一個商人 在商業社會 就比較叱測風雲呢 兩者應該有碰觸很特別的火花的 我相信 辯論是會繼續下去 一小時 30分的辯論 看看廣告要播多久 如果他播得長 大家都知道 雙方面都要吸吸氧氣 潑一下汗 抹一下汗 抹一下汗 化化妝 不要用 那樣要精神 很勇猛的見人 所以那兩個節目的廣告詞段 我相信 都真的有些巧妙 是不是呢 有沒有巧妙 就真的不清楚了 但是今次 我就找回資料 看到他為什麼會在六月和九月份 舉行總統大選的電視辯論 因為這個安排比以往的大選安排的辯論更早 原因原來是今年有幾個州 允許提前投票 最早的喬治亞州 可以讓選民提前四個月 四個月投票 那拜登的競選團隊 就在六月十六號那天表示 副總統何錦麗 願意在七月二十三號 或者八月十三號 和特朗普選擇的競選搭檔 就進行辯論 嘩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特朗普的競選搭檔是誰 何錦麗出場 大家知道他是無能致極的副總統 大家覺得你真是眾叛親 到底特離譜派誰出場 誰是他副總統的候選人 在這一刻我們暫時都不知道 但是相信很快就知道 剛才一聲說 對一個政治人物如果頭腦清醒 這句話真的說得可冤可惡 他就沒怎麼這麼說話 很得體 我相信是的 但是我們看到 拜登實在是否算是一個很清醒 有經驗的政治人物呢 不是的 後面是一個政治人物 沒錯的 亦都很資深的 但是前面 就完全看不到 他很清醒 因為他有個花名 叫Sleeping Joe 睡著的 那究竟會怎樣 還有我們看到 現在拜登暫時這一刻 暫時這一刻 我們看到他 其實在五個搖擺州裏面 就是省微落後 那對於特離譜 目前的情況來說 他就 完全好像就好 我覺得 他應該可以維持那個勢 因為對於很多人來說 我覺得 有一個最重要的情況 我覺得 我們正常人 都不想有一個 失智的領導人 帶領著國家 向前走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 他會帶著國家 走到哪裏 我們經常提到市導師 市導師 會經常提到 拜登 是有條不敏地 將美國帶向一個絕境 那他再繼續帶來 對於我們中國來說 當然是好 其實我們中國人 根本 對於他是誰當選 我們都沒有什麼看法 反正都是一樣的 你做你的 我們就做我們自己的 無論你特離譜上陣也好 無論你拜老頭上陣也好 兩個人上陣 你也是這樣 對中國不友善的 不如我們先弄好自己的事情 然後一步步 令到全世界都黏著我們 那是最好的 但是 如果特離譜上陣 我相信大家都會黏著中國 多一點 因為特離譜說 我們要大美國主義 對於拜老頭來說 就隨便隨便收割你 但是隨便隨便收割你 我們看到幾年裏 我們真的要多謝拜老頭 因為他的確令到全世界 沉甲不起 簡單來說 就是越搞越衰 大家知道 G7 真的完全 我們看不到有什麼進展 而且越做越衰 反而中國 就越做越好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特離譜上來 會不會是扭轉乾坤呢 但是特離譜呢 當年跟金正恩 都有一些交往的 書信來往的 這次 而你看到俄羅斯 普京先去了跟金仔 好像抱頭抱頸 自己的關係 那好的關係的時候 美國應該有一小小的害怕 是吧 因為這兩邊 這兩個被它制裁的國家走起來 就由於 好像中國 那張伊朗和沙特利 看了之後 那個變化是很驚人的 一加一 並非一定是等於二的狀態出現的時候 好了 現在在這邊 金仔和俄羅斯兩個國家 朝鮮和俄羅斯兩個國家 越走越近的時候 一加一 會不會出現 又是不等於二 可能很大的爆發力出來呢 這樣呢 就會令美國 有些少少的 啊 糟了 自己的軍力又不夠足夠 現在是不是 軍事實力是不足夠的 但是如果派 看到一個突離譜出來 就不會好像老拜那樣 刺激到金仔的時候 那會不會左右到少少 金仔和普京的兩個合作的關係呢 雖然金氏就寫明 我們的戰略夥伴 合作的關係是提升了 是不是? 朝鮮和俄羅斯 但是很難說一些東西的嘛 世事難料的嘛 啊 特朗普又寫了幾篇 如果要誠信給金仔的時候 可能有些分賺回來 又可以幫美國拖一些時間買賺 賺一些時間回來 可以繼續 帝國糾言殘喘呢 因為你剛才說了 老拜搞到有條不紋 讓帝國的運樂是加速了 可能現在 這 früh主筒回想想 是的 如果又是這個陵王在那裡出來 哦 整個帝國 Wiederban 禁了的時候就沒得做 反而會不會你找一下特微譜 哄一哄金仔 拖一拖 讓我們有回傳的時間 這件事我真的很難說了 不過我就覺得 如果這個老拜上約 就是最近在辯論之前 泡了很多約 泡得足夠 如果他挪出思維真的有效的話 就一定會拿回很多分 不過我們要想 現在打藥最厲害的是誰 亨特拜登 那我就很難說了 那些藥可以拉多久 就是皮皮肉絲 亂過一通 大陸先生 首先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看看阿金仔 和特離譜 大家見過面 但是不歡而散 你跟我說的東西 完全不同 雖然一個老人家一個年輕人 但是跟普京就不同了 攬頭攬頸 一定不會用 iPhone或者Android手機 很大機會就用華為 大家很清楚 因為絕對不會被人 拿到他們的定位資料 但是特離譜 上台 會不會真的對於 北韓 是一件好事 對俄羅斯是好事 我真的不敢說 另外一方面 普京就曾經被記者問 究竟誰選上去 你最想 普京就說 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他就不關心 誰會贏到 魯美的大選 而且俄羅B 就不相信選舉之後 魯美會對俄羅B的政策 會有任何的變化 所以俄羅B 都會與美國人民選出的任何總統合作 講到這番話 其實都很清晰的 你想到你 國策都不變 就好像現在 你特朗普上來 和白韓頭上來 其實對中國的政策 都不會有任何變化 他們都會繼續打壓中國 繼續用盡 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 去令到我們國家 就更加多煩惱 問題就是 做得到 還是做不到 旁邊有沒有些人要跟著他 我們看到 現在日本 就好像 不跟耶倫的玩法 就說 我有24小時 24小時 看著整個回事 你不要想搞我 你搞我我就動手 所以是否可以搞得定 還是出口術 我這層真的不知道 對於今場的辯論 我是記之以厚望 什麼厚望呢 就是我想看看 究竟雙方怎麼出醜 是不是 YES 我都猜你是想的 是誰先出陽相 如果先出陽相 而真的拜得上約 想得夠 我相信出陽相 都會有機會是特朗普的 因為特朗普未必是一個 這麼充滿邏輯的人 所以他發問的東西 搞笑的東西 是可能在這些場合 不能用的 是嗎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 你記不記得 他在特朗普 整天都在演講 喂 我們這次辯論 拜託 阿魯拜要進行 藥物檢測 這個人 大哥 你就是藥物檢測 你說了三次 好 就是說你懷疑 阿魯拜是想藥 是正常的 因為他真的好像有痴癌 像你所說的 表現真是傻傻的 但是 真的去到邏輯思考的能力 和演講的那些話術的辯論 特朗普有可能是下風的 處於下風的 因為他直接吃土 不使政客 有些說話要講的就要講 不要的就避得開的 所以對術來說 可能阿魯拜是用技術 來得到 不太離譜 多謝YES姐給了機會給我 我就買拜登出人照先 不知道大家不同意 很快就知道結果 因為 對一個老人家 遇到這樣的情況 他真的需要大量的治療 對一位失智症的老人 我覺得問題很嚴重 目前還沒有任何的藥物 可以令到他的狀態變得更加好 我們拭目以待 很快就會有個答案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歡迎大家在我們節目下面留言 看看你買誰出人照 好不好 今天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訂閱大衛Sir的頻道 感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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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